你敢相信吗 在北京的大山深处呀 竟然藏着一座世界最玄幻的辽戴寺庙 这个寺庙为什么用玄幻这个词呢 因为里面的佛像是面目猙獰 有的呢尖嘴獠牙 还有一尊呢 码头观音 据说有车的朋友啊 一定要看看这位码头观音 至于为什么呢 咱们下面去解销答案 看过的人呢 都无不为之震撼 寺庙的位置呢 就在北京的深山 这座独特的白铺寺呢 北京当地人呀 有好多人呢 都从来没有来过 这类神佛呢 竟然都在屋子外面 出立的地方呀 也很独特 有的呢 坐在了房顶 有的呀 站在了屋后 有的呢 飞在了桥头 之身其中 我幅幅创入了玄幻世界 我感觉呢 他们呀都在看着我 这车舍店的码头观音呢 头啊通体赤红 三面六臂 面目猙獰 十分的威严 为什么说有车的朋友 都要拜拜这位码头观音呢 首先呀 您别害怕 自古以来 马呢 被视为六处之首 在人们心目当中呀 享有崇高的地位 码头观音头上的三个码头呢 是护有人们出行平安的象征 车神殿的码头观音 是佛教密宗六道观音之一 老百姓历来重信码头观音 所以今天目子呢 在这里祝福开车的朋友 都能够出入平安 如果你有车的话呢 就打出出入平安 看白铺寺呀 它其实呢 始建于辽代的前统初年 至今呢 已经有九百多年历史了 然而在民国时期呢 有军阀呢 把这里呀 当成了祖坟 并将原有的行宫啊 寺庙都毁坏了 后来村民呢 在这里呢 又建了一个白铺寺 最后呢 有一位叫做惠能的法师 将这座寺院重新修建 成为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白铺寺 因为这个寺后呀 山上呢 有一泉眼 白色泉水呀 飞流而下 惊年不绝 因此呢 有了白铺寺的名字 当然白铺寺也并不是 从九百年前就如此的魔化了 他是经历了金元铭 至于民国时期重修 才渐渐形成了现在的规模 您快看 九狮壁 一说到九龙壁呀 您肯定不陌生 但是呢 在白铺寺呀 却有一座九狮壁 上面呢 有九只大狮子 周围呀 还有好多只小狮子 狮子呢 是智慧和力量的化身 有吉祥和繁荣的寓意 狮子呢 又跟子嗣邪音 有寓意子孙繁衍之一 这里就是网红打卡地 云雷阁了 上面呢 有一尊金色的宝宝佛像 这是呀 幼年的释迦摩尼出生的样子 您看 他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 寓意呢 是天上地下 唯我独尊 在他的身旁呢 有九龙玉太子 改为了五龙二凤 飞旋 繁绕于四周 那么龙尾呢 是在水中的 悦然而起的景象 雕宫啊 嘻嘻嘻如生 俗话说的好 看见龙头 万事不愁 看见龙尾顺风顺水 您看到了吗 在我身后呀 有口大钟 身上呢 遍布了经文 重达五十六吨 比大钟寺的明代 永乐大钟呀 还要重九点五吨 号称华夏第一钟 天王殿里面呢 通常呀 供奉的是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呢 是佛家的护法天神 到这里呀 与众不同的是呢 白铺色的每个天王脚下都踩着两只小爱飘 分别呢 是九色财气 赤妹亡两 其中最有名气的呢 就是增长天王手下的鬼架啊 叫做揪盘图 传说呢 揪盘图呀 常常压迫睡梦中的人 就是通常所说的什么压床 还有一个呀 特别就是持国天王 他脚下呢 有一只女鬼 而且呢 也是唯一的一只女鬼 代表了是九色财气的色 这里呢 就是四面像了 他们可是从中国四大佛教名山请来的 东面呢 是五台山 代表着智慧文殊菩萨 西面呢 是峨眉山 代表德行的普贤菩萨 南面呀 是普陀山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北面呢 是九华山 大院地藏王菩萨 四大灵山的圣境啊 汇居一地 今天穆子呢 在这里让大家是不是开了眼界呢 这座木塔呢 它是寺院最古老的文物 辽代的法师 袁正大和尚的舍利塔 是国内少见的珍贵塔中 古塔珍贵之处在于 它是秘延式塔和富波式塔的组合 从这个台阶走上去呢 就可以看到整个白布斯的全景 咱们走上最高点 看一看 这里道具有多美 我的天 终于上来了 此时此刻呀 咱们站在了最高点 看到了寺院的全景 我想说 金身佛像上屋檐 四面观音 战身间 经验世间九百年 越境正道 是沧桑 对于佛教认知呢 一般人呀 都是停留在了素雅 素木的感觉 而且来到白布斯呢 之身其中的时候呀 就会误以为闯入了 玄患的世界 所以呢 有一种冲击波的感觉 愿佛光普照 国泰民安 世界和平 人民安乐